而且也为了要让低收入户的学生 在暑假的时候 可以有一趟开心的户外活动 最全美最大的华资商业 信用卡服务公司 今年就是第四度的赞助了 南加州亚裔青少年中心 要带着小朋友们 去看精彩的马戏团表演 并且要鼓励企业 一起来回馈华人社区 顶着大大的蓝色抱头 圆滚滚的身形 摇摇晃晃出现 吉祥物贼俏皮可爱的模样 让小朋友一看就疯狂 有的紧抓毛茸茸的手掌 亲切握手 有的干脆来个爱的抱抱 为这次的马戏团户外教学 提前热身 业者的爱心之举 不只感动中心负责人 对从来没去过马戏团的小朋友来说 更是充满期待 想要在马戏团都看到一些什么动物 和动物在一起玩 想往动物们在马戏团里面 表演打劲 连人都做不到的感情 连续第四年赞助这项慈善公益 业者今年大手笔 让近百位低收入户的孩子 都有机会上马戏团看表演 衷心感谢之余 也不忘回赠精美奖状 希望这份关怀社区弱势的爱心 未来能长长久久 看到小朋友他们上车之前 就是每个人都是非常开心的 那个表情 其实带给我们自己非常大的满足 那也让我们自己更确定说 这样子的一个投入 是正确的 是对的 透过吉祥物J 与孩子们的热情互动 以及赞助户外教学活动 业者以深耕华人市场 16年的深厚经验 期许更多商家站出来 帮助贫困家庭的学生 过个快乐的暑假 东西新闻用 彭迪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